女儿溺水死亡一年 母亲带儿子逛公园 儿子追着女孩跑 大喊姐姐 小美的一生很不幸运 前几年嫁给一个毒鬼 把自己折磨的遍体鳞桑 和鬼老公离婚后 认识了现在的男人 和现在的男人算是半路夫妻 因为两个人都离过婚 而且带着孩子 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没有感情 都是因为受父母之命才结婚的 就如同找了个大伙过日子 小美嫁给她老公的时候 带着一个女儿男奶 她老公带着一个男孩非非 本以为两个孩子 能好好的和平相处 却没想到两个孩子 相处的也并不是很愉快 因为两个小孩的脾气 各不相同 互不相让 所以经常会吵架 严重的时候 两个孩子甚至会发生打架 两个孩子的打闹 经常让小美和老公 非常的心累 但也没有办法 时间就这样平静地过着 一转眼两个孩子都十岁了 渐渐地也都懂事了 两个孩子变得不像以前那么调皮 男男觉得弟弟比他小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让着他 而非非也懂得不再那么自私 愿意和姐姐一起分享 看到两个孩子这样 小美和她丈夫别提多开心了 两个孩子这样和睦地相处 这也让他们在未来的路上 可以为孩子扫超点心 去年儿童节的时候 小美一家带着两个孩子去外地旅游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还没完一天 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万分的事情 因为小美和她老公去饮料店 买饮料给两个孩子喝 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 当他们从饮料店出来的时候 却没找到两个孩子 不一会儿飞飞跑了回来 说男男掉进水里了 让我们赶快去看看 小美和老公赶到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她女儿了 最后没办法报了警 警方把男男打捞出来的时候 男男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增 小美悲痛万分 瞬间昏迷 小美整整在家哭了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候受了四十斤 后来小美的老公请了很多心理医生 才让小美渐渐地走出来 昨天小美的老公带着孩子去公园玩 快到中午准备回家的时候 没想到飞飞竟然说看到姐姐了 飞飞的这一番话 把小美的老公吓得不轻 觉得男男早都死了呀 不会是变作鬼魂在纠缠她的儿子吧 越想越不对 就把孩子抱起来往家跑 到家后的小美说了此事 小美告诉她老公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她有一个双胞胎女儿 由于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就把另一个女孩给了她远方大姑 因为她大姑家老头只不能生 无娃无女 听到这小美的老公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小美跟她说了这个事 可能自己都要去请道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